香港日记 第五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1996年10月4日至9日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10月4日 星期五 在这周剩下的时间里 我做了一些后续工作 这已成为报告后的例行事项 立法局的报告结束后 还有问答环节 大型记者会 电话采访节目 以及约600名观众参与的公开会议 这其实是相当欢快的场合 或许也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了 当我离开时 我被大批人潮团团包围 至少给100个人签名 如今回头看 很难想象自己四年前参与这些会议时 经历了多么大的文化冲击 从那时开始 事情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 各种政治反应一样令人失望 在推动民主方面 我做得太少 也做得太多了 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 我一事无成 也做得太多了 为什么我不对民主议题保持沉默 为什么我对未来如此悲观 为什么我描绘出如此美好的愿景 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英国殖民政府做了一些可怕的事 为何我是如此典型的英国人 为何我要引用捷克伦敦的话 10月8日 星期二 最近发布了几项大型民意调查 其中南华早报的调查显示 我的施政报告比去年的得分还要高 我个人的支持率也从62%上升到67% 同一份报纸在隔天的调查指出 大多数的人都反对临时立法会 但多数人认为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与其合作 然而 有三分之一的人强烈反对临时立法会修改人权法 那么 这就很清楚了 英国一些媒体对我进行了公正的报道 在香港的报道就比较褒贬不一 这让民调结果更有趣了 温斯顿·洛德也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 他在信中提到 我证明了自己既不是跛脚鸭 也不是北京烤鸭 最棒的是 我和雅思单独共进晚餐 影童出去看芭蕾表演了 雅思和我聊到一个人必须对艺术或者音乐了解到什么程度 才能真正欣赏作品 我很喜欢他的陪伴 除了和影童之外 我很久未曾有这样的谈话了 10月9日 星期三 本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接受记者和商人的访谈 有时候我看着我那可怜的私人秘书 他的笔无精打采地摆在书页上 不断假装对我所说的话感兴趣 同样的长篇大论 同样的趣闻 只不过为新的听众换了顺序 我的同事们应该与我串通好 帮我的故事与论点编个号码 例如总督35796等等 今天我到东区进行访问 这里是香港最大的区域 容纳了近65万人口 其中包括约5万名来自大陆地区的新移民 自从我来到香港以来 这里经历了不少变化 过去在山坡上的辽屋已经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我和一群新移民在当地的咖啡厅喝茶聊天 我们在那里吃了美味的甜面包 喝了可怕的冰糖炖茶 接着我来到一条挤满人的街道上 当时肯定有超过1000人一拥而上 要和我握手或要签名 我们到公共场合与民众互动时 我很担心大家的安全 因为有一群摄影师不断在人群中推来推去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明年六月 这种名人效应可能愈演愈烈 除非各界开始将所有的焦点 转向新出炉的行政长官 但我有些怀疑 我推测当前的经济形势 将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末代总督的好感 通货膨胀正在下降 失业率也在下降 恒生指数不断上涨 犯罪率也比十年前还要低 英国记者马克思·黑斯廷斯 严肃警告的大灾难 以及我从港督府屋顶乘直升机逃离香港的预言 都已成了天方夜谭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